1911年,荷兰物理学家海克·卡玛林·昂雷斯在液氦的超低温下发现了超道现象。 他发现纯拱在4.2K以下突然丧失了电阻。 这一发现震惊了物理学界,因为在当时的理论框架下, 没有任何解释可以解释为什么物质在某个温度以下能够无电阻地传导电流。 大家好,欢迎来到阿尔法科技频道。 这是一个追踪前沿科技和去事的频道,我是摩西。 20世纪初至中叶,许多物理学家试图对超道现象进行理论解释,但没有成功。 研究者们发现,超道不仅仅是零电阻,还伴随着其他一些特殊的性质, 例如麦斯纳效应,即超导体能够排斥外部的磁场。 1950年代初,物理学家开始发现电子与金格振动之间可以相互作用。 金格振动在物理学里面被称为生子,简单地说,生子是晶体中原子或离子的集体振动的量子化表现。 这个发现为后来的BCS理论的提出打下了基础。 1956年,Leon Cooper提出了在电子、生子相互作用的存在下,两个电子可以相互吸引,从而形成一个稳定的配对状态,这就是所谓的酷珀配对。 是的,你没有听错,两个电子之间可以互相吸引。 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里面,同为负电的两个电子应该受到酷仑力而相互排斥而不可能相互吸引,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同性相吃的原理。 在BCS理论中,两个电子之间的有效吸引是由生子当作媒介的。 当一个电子在金格中移动时,它会扰动金格并产生一个生子激发。 这个生子激发随后被另一个电子吸收,导致两个电子之间形成一个间接的相互吸引,也就是两个电子之间的使potential为负。 这种生子所引起的吸引可以在某些条件下超过酷仑力的排斥,从而使两个电子形成一个稳定的酷珀配对。 酷仑排斥主要影响高能量的电子态。 然而,酷珀配对主要发生在费米面附近,也就是在能量较低的电子态。 费米面是电子能态的一个关键概念。 它代表了在温度为零的情况下,电子可以填充的最高能级。 在费米能级以上,所有的电子态都是空的,而在费米能级以下,所有的电子态都是被填充的。 所以只有在费米面附近的电子对于外部扰动最为敏感。 在费米能级以下的电子态已经被完全填充,而在费米能级以上的电子态则是完全空的。 因此,只有在费米面附近的电子态才能通过吸收生子而进行配对。 当然不是任何两个电子都可以进行配对的。 这两个电子通常具有相反的自选。 这样,它们的总自选为零,这是符合Poly不相容原理的。 所以如果温度过高,热机发会破坏电子在低能下的配对,而过强的磁场也同样会破坏电子配对。 这就是为什么超导体通常具有临界温度和临界磁场的原因。 而破坏这个电子配对所需的最小能量就被称为能系Energy Gap。 在长导状态下的金属导体中,电子在移动时会因为金格的不规则性, 虚线或杂质而发生散射导致电阻。 但在超导状态下,由于形成酷破队的电子与金格的运动是有序和同步的。 这种有序性不仅是在时间上的,也是在空间上的。 由于这种相干性,酷破配对的电子可以以一种集体的方式移动, 这与普通金属中单个电子的运动是不同的。 这种集体的运动模式使得酷破对电子不易于金格中的散射中心相互作用。 这样就可以绕过这些潜在的散射中心,从而实现无散射的运动。 从而实现零电阻。 而当超导体被置入磁场中时,磁场会尝试穿透材料。 但是,由于超导体内部的电子是处于配对状态的, 这些配对的电子会受到磁场的感应并产生一个抵抗电流, 来抵抗这种外部磁场的变化。 由于超导体的零电阻性质,电流可以无损耗底流动,并持续存在。 直到外部磁场被完全排斥出超导体。 这就是麦斯纳效应。 由于超导材料完全排斥磁场, 所以当超导体放在一个永久磁铁上方时, 它会被推开并悬浮在空中。 这种悬浮是非常稳定的, 即使对超导体施加一个外部的扰动, 它也会返回到其原始的悬浮位置。 和磁铁的同级相似的磁悬浮不同, 超导体的磁悬浮是没有方向性的。 基于上述的研究和发现, 1957年, John Bardeen、Leon Cooper和Robert Schiffer 共同提出了BCS理论。 该理论成功地解释了 库珀对如何的形成, 以及为什么这些配对的电子 在超导态下可以无电阻地传导电流。 BCS理论地提出, 为超导现象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 促使人们对其他类型的超导体, 特别是高温超导体, 进行深入的研究。 高温超导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 一大物理现象的发现。 与传统的低温超导不同, 高温超导材料在相对较高的温度下 就可以显示出超导性, 这一点极大的挑战了传统的BCS理论。 为了解释高温超导, 许多新的理论和模型被提出, 其中之一就是强偶和理论。 高温超导的强偶和理论 与BCS理论的主要区别在于 考虑的电子、生子相互作用的强度。 在BCS理论中, 这种相互作用被认为示弱的, 而在高温超导材料中, 这种相互作用可能非常强烈。 在高温超导材料中, 电子可能不再是通过交换生子来配对的。 有些理论认为, 高温超导中的电子配对 可能与其他类型的激发, 如自悬波或者磁激发,有关。 而在最新一篇研究论文中, 诺特丹大学的谭曼鹏教授 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 这个理论描述了手性电子、空学的配对机制, 用于解释非BCS超导性。 与BCS库珀配对相比, 电子、空学配对机制, 对超导性有着明显的繁铁字倾向。 从这种新的微观机制导出的能系方程, 显示出与BCS理论的显著偏差。 这个理论需要一个极大的偶合参数描述 强偶合效应才能成立。 但这种新机制能够更好地理解各种 非BCS特性, 尤其是在铜酸盐和铁剂的超导体的特性。 在前一段时间, 火遍全网的LK99, 目前来看并非超导体, 在民科界, 大家都在关注LK99是否具有麦斯纳效应 而产生的磁悬浮, 但很少有人谈论是否具有零电阻, 其实LK99的电阻不为零, 所以大家还是洗洗睡了吧, 慢慢等着科学家们继续调整配方吧。 超导性, 这一自1908年首次被发现的现象, 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面, 一直深深吸引着科学家们 孜孜不倦地探索, 其独特的零电阻和完全的磁场排斥为科技领域 提供了无数的应用机会, 从医疗成像到磁悬浮列车。 然而, 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 关于超导性的理论和实验进展, 仍然有许多未解之谜等待我们去揭示。 给本视频点个赞,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